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一直困惑着大家 就是在购买投资房的时候 到底是应该选择独立房 还是连排别墅这种townhouse呢 这个问题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你选的地段呢 是比较在这个suburb这个area 就是说在这个亚叹达州边的 这个区域城市 比如像Swannee Buford这种城市 它的居住的人群呢 还是以家庭为主 就是说夫妻带孩子的会比较多 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是独立房会比较有优势 因为它的私密性非常好 而且呢 有孩子有宠物的 可以在后院玩耍 那如果你选择的这个投资地段呢 是比较繁华热闹 靠近市中心的 那大家都知道 靠近市中心的独立房 已经是非常贵了 那投资的回报率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低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townhouse呢 就有它的这个优势了 townhouse本身呢 它的那个面积小 但是呢 它是统一管理 比较适合小家庭 比如说夫妻俩 或者是单身 这样的人呢 他不用打理很多的 这个院子的这个工作 这样的话 他们住起来是非常顺心的 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也是经常问到的 也是经常咨询到我的 就是condo这种高层 月层公寓 值不值得投 首先呢 我跟大家先讲一下 在眼下大这种特殊的 这种地域的这个趋势哈 我们这边很多的condo 这种高等公寓呢 是有出租限制的 也就是说 要么就是完全不可以出租 要么就是只有10% 或者15 20的 这个比例的房子 可以出租 这样对我们投资来说 是相当的不划算的 因为我们每一位投资者 想买到房子 马上就出租 马上就见回报 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初衷 但是因为有这种限制 甚至有的condo 根本就不让出租 所以呢 在亚特大这个区域呢 这个投资这种高档公寓呢 就不太划算了 另外呢 这种公寓的房呢 每个月的这个管理费 也是非常的高的 平均一个月 有到200到300 400的都有 这样的话呢 会大大降低 我们的这个回报率 相比起来呢 还是我们这个周边地区的房子 投资比较划算 因为首先回报率呢 会很高 因为没有很昂贵的这个管理费 其次呢 我们的租金呢 也不次于就是这些 高档公寓的这个月租金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